东东,见过50斤的大鱼吗? 你可别吹来了,两斤的你都费劲 你别瞧不起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走 老板说这里边有50斤的大草鱼 今天就干它大草鱼 别的鱼不钓,钓位我已经选好了 就在这 在这 大坝上,最深的地方 开稿 这块是个老钓位 就接这个钓位钓 这个地方,因为现在是退水 脱水的情况下 越掉的越远越好 越掉的越远越好 啊 啊 哈哈哈哈哈哈 掉下去了还,气死我了 接下来准备打个窝 用这个 扫握船,因为今天用的是九米的感觉 吃一碗,只要打过去了 拿一点底料 拿一点颗粒 今天必须得掉得大 S型走位 蛇皮走位 这是先拿一个定点 完了,定片了 再来一点嫩的 看第二次几个吧 看第二次几个了吧 半行 天女三花 我开始掉了啊 你准备把大屋的抄网都搞好 我已经看到我这一盒 今天咱们用的是九米的材料 然后我就专门挂玉米和颗粒 吊他的大草 老板给我们烧的农家小菜 这个是芝苏呢 这个芝苏椰子 这个芝苏椰子 这个叶子是吧 树上的叶子 手艺不错 这个芝苏椰子 现在晚上两点了已经 咱们守了一天 一个正经口都没看到 我们准备去帐篷里睡觉了 补个窝 然后今天就到这 早晨四点多钟 小人们再钓 再试一下 睡两个小时 再起来继续 晚安 现在是早晨四点半继续爽 我说的 好 冬冬 咱那玉米还有没有的 再打点 拿了二十多个玉米 全都让你打完了 还打呀 你放心 鱼肯定会有的 我看了吧 直到一天有了 鱼正在向我们招手 我在打 哎好像有口 谢谢大家